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簡單先跟各位說明一下 我們下面所進入到的 另外一個秤的單元是叫做物秤 那什麼叫做物秤 物秤是這樣子的 就是用一個小物小東西 那來進行一些關聯的暗示 那這個既然是暗示 就是未來會照著這個暗示去發生 然而這個物秤很特別 在紅樓木裡面 它被當作三種用途 都可以看到這個小物的連結的痕跡 我把它稱為聯姻、觀情跟攝影 觀情就是做情人之間的一種憤悟 然後來表達你的情意 甚至是用來定情的 那麼攝影就不用講了啦 就是一種男女不正當關係 可是我們就回饋給你這種禮物等等 那另外一種叫聯姻 可是請各位注意 這三種男女關係裡面 那麼用作秤的這一種手法的 其實就只有聯姻類 因為聯姻必須靠父母之命 沒說之言 所以基本上當事人是沒有自主意識的 那在這種狀況底下 秤才有發揮的空間 這樣懂意思嗎 因為秤一定是預告 預告就是當事人不知道 可是你將來會去達到預告的那條路 那這個才能夠叫做秤 如果你事先就知道 那個秤就沒有什麼意義 所以就此而言 只有聯姻類才能夠叫做使用了霧秤 那所以我想是不是先跟你們談一下 這個霧在小說戲曲裡面的一個使用 老實說也並不是這個《紅龍夢》的首創 那麼在他之前 我們其實那個論文裡面都有 但是我們現在還是帶大家看一下 那麼事實上在明代後期的 這個短篇小說當中呢 就已經開始出現跟這個故事情節 或者是主題相關的一些關鍵的道具 可是這些道具啊基本上呢 他只不過就是一個沒有什麼太大的 沒有結構功能的 常常只是非戲劇性的因素 而被用來戲曲當中 所以他是一個很中性的 空洞的一個戲劇駒馬 那他們的重要性根本上不是內在的 而是外加的 那麼因而也是非必要的 可是呢在明代的小說裡面呢 好像剛剛我們說的那個情況 大概是明傳奇啊什麼的 他的有物 但是那個物本身沒有什麼太大的價值 可是明代小說裡面呢 這些小道具就成為戲劇行為的本身 而且也受到戲劇行為的影響 那跟人物的行為呢 是很絲絲入扣的 結合在一起甚至互為表裡 那這種情況呢 當然我們會發現呢 在《紅樓夢》裡面 請各位先看一下其他的幾種 我們在聯姻類的那個物稱部分 等一下再說 先看一下這個小物 如何呢被曹雪芹繼承 而成為觀晴跟聯姻的一種 戲劇行為的 具有連結功能的一種使用 我覺得這個是最好玩的一件事情是 原來呢 這種做法已經有很長久的歷史 甚至有很高度的民間的普遍性 所以也被小說中的人物很自覺的去理解 甚至去運用 那例如說像第21回 不要忘記 那時候是不是因為王熙鳳跟賈蓮要分房 因為小小的女兒生病 然後所以呢要分房 結果呢才隔絕了幾天 我們賈蓮之後就不安分啦 對不對 然後就有各式各樣的不正當的行為 那等到他要搬回來的時候呢 果然就被平兒在收拾衣物的時候 是不是發現有一柳什麼 青絲 那個念柳吧 就是女方送給他的一種定情物的意思啦 那結果被平兒呢 跟 當作把柄 那就跟賈蓮之間有一番蠻精彩的對話 你們回去自己看 結果呢沒想到呢 那個賈蓮就把他搶回去了 那平兒呢事實上他真的是一個 很 怎麼講 我覺得他真的是一個很公平 很公道的一個女孩子 從不蹭人之為 他真的是一個非常完美的女孩子 所以呢他事實上也絕對不會 用這個來要挾賈蓮 所以他事實上也沒有跟王熙鳳報告 反而是王熙鳳對他的丈夫 是不是寮若執掌 這個叫知夫莫若欺 所以呢他就覺得 就問平兒 你收拾的時候沒有發現什麼東西啊 那平兒的回答是什麼好有趣 他說不要沒有掃就不錯了 怎麼還會多呢 王熙鳳說那難講啊 或者有相後的丟下的東西 指甲和金香帶兒在置於頭髮 戒指 戒指和金香帶兒在置於頭髮指甲 這不是東西 多了這些東西那就是證據啦 這傢伙又偷行去了對不對 那結果呢我們平兒正要回答 賈蓮在旁邊做了什麼動作 殺雞抹脖子的動作 意思是什麼 請不要講我會上吊我會死 千萬不要講 那殺雞抹脖子好生動 結果曹野芹真的是一個很可愛的一個人 很傳神的一個表達 那請注意 王熙鳳第一個非常了解他丈夫 第二個他了解這種行為 不會讓你的東西減少而會增加 那增加的是哪些有沒有注意到 是不是都是非常貼身使用的東西 甚至於就是你身體的角質化的一部分 角質化沒錯啊 他沒有生命你把他剪下來你才不會痛啊 可是他又代表你的分身 例如什麼頭髮跟指甲 不都是角質化的你的身體的一部分嗎 奇怪 這好總而言之 可是注意喔 這是王熙鳳的理解 有沒有道理呢 當然有 只不過啊出於王熙鳳他並不是那一種 很深受詩書教養的那種大家歸秀喔 所以他理解的那個範疇 請注意就有如我們寶釵曾經說的 若不拿學問提著就會流入世俗去了 果然你看他所想到的東西 是不是都是其實滿充滿下層俗文化的 一種民間氣息對不對 然後都是一般很常見的這種事物 那就跟那一種真正受過詩書教養 會用來傳情定情的東西就不大一樣 所以我們來看另外一位女孩子 就是林黛玉 那第32回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是我們的寶玉在那個清虛罐裡面 不是就剪了一個刺巾點綴的麒麟有沒有 他為什麼會特別剪一個法器道器 別的都不要他只要這一個 為什麼 因為史香雲有一個很像的 所以他就看上了這個就放在這個身上帶著 結果林黛玉心裡面是不是就不安啦 因為他們都偷偷讀過禁書的對不對 都知道財子家人的故事是怎麼樣發生關係的 是不是都是小物對不對 串成了兩者之間的那一種行為 所以他就很擔心就偷偷的來怡紅月 看看寶玉跟史香雲會不會 就因此發展出某種關係 然後呢就讓他的心情 那就受到很大的影響 所以你們看這裡形容 林黛玉心裡面在想的 他說今日寶玉弄來的外傳野史 請你們注意喔 外傳野史 多半財子家人都因小巧玩物上錯合 好 那皆由小物而遂終生 好 所以你就知道囉 原來這些大門不出二門不賣的公子小姐 他們之所以學會這樣的東西 就是從外面呢 諸書進來的 所以看到不應該看的 所以你看一下外傳野史 所以請你們注意 這個外傳野史很顯然包括哪一部 戲劇 戲曲小說 是不是就《西鄉記》 因為他們第一部看的就是這個嘛 所以你看喔 然後書面的這種暗頭句 這種文字敘述有如小說般的這種作品 是被視為外傳野史 是禁書 好 所以這裡面就講得非常清楚啦 財子家人用鴛鴦啦 或者是鳳凰啦 或玉環金沛 或者是嬌帕鸾濤 這些東西呢是用來歲終生 然後來撮合彼此的 所以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林黛玉所講的東西 是不是就比較不是那種 下層俗文化的反應了 而比較是那種附加 那麼有高度的典藏價值的 這種真萬貴氣 那麼同時呢 還有財子家人小說 所帶來的引導的一種行為套式 所以這會是產生一種模仿行為 那這當然林黛玉是非常了解 讀了這種書之後呢 你會對讀者所產生的一種引導作用 所以讀什麼書是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你無形當中在受到它的影響 好啦 所以你看喔 從第二十一跟第三十二回 我們很清楚的看到說 不管是王熙鳳這一個目不似丁 不 其實他是認識字的 他只是不會寫 這個我們有機會再說 那無論是他或者是林黛玉 他們從各式各樣的 包括生活層面的 包括閱讀得來的經驗 都很清楚的知道小巧玩物 或者是來自身體一部分的這種小東西 都可以促進男女之間的某些婚戀關聯 那這裡當然不是婚戀 而是戀 這個戀呢包括肉體的 包括愛情的 那這都會形成一種很自覺的 一種連結關係 所以在這樣的背景底下呢 我們等一下要請各位來看的是說 在王熙鳳跟林黛玉所言涉及的 這種呢 所謂的以小巧玩物遂終身 跟挫合的這種經驗 紅樓墓裡面一共用了八個例子來回憶 可是這不叫做秤 因為都是當事人所自覺 所以呢 我們請大家等一下 我們這邊講義上沒有做整理 但是因為這個很簡單 請大家可能就自己簡單做一個筆記 然後回去再把相關的情節 做一個詳細的簡證 這樣就更了解 那麼尤其呢 你們已經看到螢幕上的 那個所謂的官情類 我們先講情就是不涉及 情而下的那個肉體 交合的那個肉欲的層次 只是講那個內在真情的一種 彼此的確立跟連結的部分 第一個例子呢 是很多同學每一年都有人來問我說 為什麼林黛玉呢 忽然之間收到了情文帶來給他的 寶玉所給他的一條舊手帕 他會呢整個人那麼激動 激動到病有此萌有沒有 臉上的顏色曬若桃花之類的等等 然後還寫了提帕詩對不對 還寫了三首 為什麼他會這麼激動呢 其實原因就在這裡 回到這個第34頁 來我沒有按照全書的順序喔 那是因為呢 因為這段比較重要 好那麼這第34回 就是所謂二欲之間 那麼用一條半心不救的手帕 的這一段情節 我們呢可以把它放在官情類 怎麼說呢 請各位看一下524頁 那麼就在524頁有提到啊 就是請看在第二段好不好 第二段的第三行 就是呢 我們寶玉就很掛心林黛玉啊 然後呢就派了情文去看望他 那情文就很 他們都很了解林黛玉的個性嘛 就說很奇怪啊 那你到我叫我去做什麼 總要有一個說詞嘛 對不對 總要有一個理由嘛 不然我莫名其妙逛到那裡去 人家問起來我不知道怎麼回答 不是顯得我很奇怪嗎 那所以呢 你或者說是讓我送個東西 或者是拿個東西 那不然我去了 到底要怎麼樣跟人家談嘛 結果呢寶玉就想了一想 伸手拿了兩條手帕子就料以情文 那麼孝說也罷就說呢 我叫你送這個給他去了 那情文說這又齊了 他要這半心不救的兩條手帕子 他又要腦了 對吧 你們知道林黛玉的個性 是不是很敏感很自卑 那為什麼這半心不救的手帕子 給了他 他會生氣 然後說你打去他 為什麼 猜猜看林黛玉的模式其實很單一 很好推敲的 很好掌握的 他會怎麼想 結果你們一定是看不起我 所以才把用舊的東西給我用 這樣懂嗎 這種人的邏輯其實很好把握的啦 所以呢 寶玉就笑 他反而很有自信 他明明也很了解林黛玉的 可是他非常有自信說 你放心 他自然知道 好 那請注意喔 這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請往下看 那情文聽了呢 只得拿了pass往消香館來 只見春仙 注意喔 這裡終於又冒出一個 在消香館當差的小丫頭的名字 來 我們來整理一下 林黛玉所用的丫頭們的名字 都有一個共同特色 來 一個叫做子涓 可是子涓在賈母那邊的時候 原名什麼 蛤 英哥啊 叫英哥 好奇怪 然後到了林黛玉這邊來把他改名叫子涓 這個子涓不就文雅的 然後又怎麼講 真的是哀感纏綿的多 然後另外一個呢 他從自己的蘇州故鄉帶來的叫做雪燕 拜託耶 在雪裡面還在往南飛的燕 下場是什麼 請看王爾德的快樂王子的故事 好悲慘的童話對不對 我每次講到那個故事都很難過 好 總而言之 其實裡面有好幾組反諷釋的一個安排 所以我們現在不能再講了 總而言之所以叫雪燕 下場當然是凍死在雪地裡面 好 一個叫子涓 那杜鵑的下場是什麼 提血致死耶 有沒有 你發現他取名都跟死亡有關 雖然都很美麗與哀愁的連結啦 好 那結果又出現了一個叫春仙 哎呀 春天是很美好啦 可是用個仙字表示這個春天是不是很脆弱啊 好 那個真的是遙遙欲墜一席上存的春天 真的是脆弱到幾乎就很像即將滅掉的燈火一樣 所以你們會發現 林黛玉的那個審美情緒 都偏向在美麗與哀愁 跟一種非常脆弱而短暫的那種美麗事物上 好啦 這是我們順便跟各位整理一下 好啦 那麼我們看下面就不用說啦 黛玉其實已經睡啦 那就問是誰啊 秦文就說是秦文啦 那黛玉說做什麼 哎 不要忘記喔 你如果不是大丫頭的話 這個時候人家小姐都已經入睡了 不是大丫頭的話會受到什麼待遇 就被請回去了 沒有打出去那麼慘啦 也是就請回去就已經睡了 所以要大丫頭來人家才會接納你 那所以呢秦文就是說 二爺送手帕子來給姑娘 待遇聽了就心中發悶啦 做什麼送手帕子來給我 他事實上搞不清楚的 那就說A這帕子是誰送他的 B是上好的 叫他留著送別人吧 我這回子不用這個 有沒有注意到他想到的一定是 寶玉也了解他體貼他 所以送來的帕子一定是上好的菜乾給他 對吧 沒想到秦文說不是新的 就是家常舊的 那林黛玉聽見又越發悶住啦 這太奇怪啦 可是顯然寶玉不會打去他嘛 對不對 所以他就努力的去設想 那麼著實細心搜求 思純一時呢 方才大悟過來 連忙說放下去吧 欸 林黛玉是不是領悦出來了 可是秦文是不是還搞不清楚狀況 要注意喔 這個很重要喔 非常重要 怎麼說呢 請先往下看喔 秦文聽了只得放下 可是抽身回去的時候 一路盤算還是不解合意 你們知道這個安排的重要性在哪裡知道嗎 因為《紅樓夢》就是在抨擊要推翻財子家人 很多不合情理的安排 抨擊其中充滿了一種色欲的追求 而因此使得真正的真情被墮落了 被混淆了喔 所以在財子家人故事當中 所很常見的套式之一 就是有一個在男女之間穿針引線的人物 財子家人故事中 這類的小角色一定是丫鬟嘛 因為這個丫鬟才能夠爭小姐 那麼親密的在一起 然後變成她的分身 那也因此能夠深入到規格內部 去促成這種非禮教的關係 所以一定是丫鬟 那這種丫鬟在這類的故事當中很多 也有各式各樣的名字 其中最有名的 也因此成為代表的名字的叫做紅娘 好啦 那有沒有注意到 紅娘是不是一個很積極主動的促進者 可是這個促進者只是男女的戀情而已嗎 不是喔 不是喔 從陰陰狀開始這一類的丫頭們 她穿針引線的那個具體的 那個可以說是具體的行為 根本上其實都是非禮教的男女關係 對不對 什麼戴月西鄉啦 或者是什麼什麼啦 那個都告訴你們 如果真的是大家歸秀的女孩子 發生那種事情真的只有一條路可走 《紅樓夢》裡面已經很具體的指出 你真的只有身敗名列死路一條 那《紅樓夢》裡面有誰 就是秦可卿啊 她必得上吊 她必得死不可啦 因為這個對她們上流階級來講 那真的是一個婦女 那個真的是最 我不知道該怎麼樣形容 她根本是生死攸關 貞結是她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竟然發現這樣的事情 真的是死路一條 所以才子佳人故事的不合情理 就在於這裡 偏偏內類的故事 在說故事的人的設定中 要不是尚書就是宰相的女兒 對不對 所以我們賈母在第54回的 破城府舊套裡面就一條一條 從任何一個角度來批判 這種才子佳人敘事上的不合情理 所以請你們注意 這就是我們曹雪芹想要推翻 也想要這個批判 那麼甚至加以改造的一個重點 所以在才子佳人跟丫鬟的三角關係當中 你會發現表面上紅樓夢呢 也設計了一個情文 來作為一個傳情大使 對不對 然而這個當事人是不是毫不自覺 他根本不知道他要做什麼事情 這跟紅娘的那個 不但遼弱執掌 而且甚至積極去促進的那個做法 是不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這就洗盡了那一種 情色的那一種淫秽 那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設計 所以某個意義來講 秦文他根本就不是紅娘 他完全不擔任這一種非禮教的 那也可以說是不正當的行為 那只不過寶玉確實有這樣的一個意圖 所以你看林黛玉體貼出手帕子的意思 來不覺神文遲當 好 我們大部分的讀者 包括研究者都只停在這裡 然後就開始發揮林黛玉是怎麼樣的情根深植 怎麼樣的那個情呢 構成了他內心中最重要 如同生命一般的合基因 後來甚至變成他致命的一個關鍵因素 然而只有這樣嗎 我們請各位好好的把每一個句子都看進去 請看林黛玉的感受事實上是五味雜陳 他是非常複雜 心裡面是這個七上八下的 他涉及到很多的這個考慮 首先他第一個的反應是 保育這番苦心能領會我這番苦意 又令我可喜 當然可喜嘛 你喜歡的人他也表示他喜歡你 所以這個手帕就是一個定情物啦 所以林黛玉思想了半天 然後體會出手帕的意思 要注意這中間應該說在這個理解的前提 是之前他讀過什麼東西 就是財子佳人之類的故事嘛 所以他才能夠領略這個意思 所以賈寶玉他們有共同的閱讀的基礎 所以他也很有信心 林黛玉是可以理解的 這固然沒有問題 可是只有這樣嗎 曹雪芹不是在寫一般的財子佳人故事喔 不是怎麼指兩個人來組織歡愁喔 他事實上是活在一個上千人的家族裡 是一個非常講究身分明捷的上流貴族社會 一個女性你私底下接受這樣的一個私情的馈贈 這事實上是非常嚴重的貝德 所以請各位往下看 他說呢 我這番苦意不知將來如何 又令我可悲 對吧 為什麼他會可悲 請注意 為什麼 他現在到底在想到什麼問題 這個是我們必須要回到古代的 那個禮教的社會你才能夠理解的喔 哎呀 大家歸秀他們的婚姻是不是要父母之命 媒婦之言 可是林大玉父母安在哉 對不對 所以他真的是未來是沒有人做主的 所以呢也沒有人能夠幫他定下這門親事 因此在另外一個地方 他是不是就挑明了在內心中的獨白就是說 他可嘆我父母雙亡對不對 無人為我做主嘛 所以你看不知將來會如何 所以又覺得很悲哀 你這番情意恐怕不能夠 以這個跟婚姻直接做一個連結 這當然就是一個莫大的遺憾 所以這個可悲在這裡 那麼突然好好的送兩塊舊帕子來 若不是領我生意 那麼單看了這帕子又令我可笑 對吧 為什麼可笑 顯然我會錯意 對不對 顯然我自己把人家想成那個樣子 那就我這個女生太丟臉了 那所以他覺得很可笑 可是請再看下面這個心理反應 他說在想令人思相傳遞於我 又可懼 為什麼我們沒有注意到這個反應呢 這是一個非常標準 而且也非常應該的 一個大家歸秀必有的反應 因為他們的出生根本上就是與生俱來 具有一種這個家族所給他的 那一種貴族的教養 他們從小就是在學這一套價值觀 結果今天他是不是遇到的事情 是背離他的價值觀對不對 所以他當然覺得很可懼啊 你們難道沒有注意到這一件事情 真正才反映了他作為一個貴族小姐 應有的教養 他跟我們不一樣 他跟才子家的人的故事更不一樣 哪有那麼簡簡單單 只要有了愛我們就自然可以 如何如何 這個完全是違背他們的這個思考的 所以他現在覺得很害怕 萬一被人家發現怎麼辦 所以你們要注意到這個心理反應 才能夠真正了解 《紅樓夢》的這個上流社會 他們整體的一個價值觀 跟他們的思考在哪裡 然後他說我自己美美好哭想來 也無謂又令我可愧 好啦 總而言之就不管 所以我希望你們記得的是 林黛玉在這一個手帕傳情的 這個事件裡 他的內心當中 其實有一塊角落是感覺到害怕 這個手帕要是被人家發現的話 那真的是身敗名裂 你們要注意這一點 所以林黛玉不害怕 而一副想要像翠英一樣的去勇於追求 那就太奇怪了 我們《紅樓夢》絕對不是在寫 一般的才子家人小說 好 所以就此而言呢 我們就請各位知道說 原來這個手帕是這樣的意義 那麼對於充滿了不安全感 那麼總是對寶玉百般試探的 這樣的一個少女林黛玉而言 這個手帕當然意義非凡 讓她的心好像吃了定心丸一樣 從此之後她確認寶玉對她的感受 那她也就不在每天活在一種 不確定的狀況之下 所以她的敏感多疑 甚至她的那種尖銳刻薄 某個意義來講也就是來自於 這樣的不安全感 所以她說實在是每個人 有每個人的地獄對不對 那所以呢我們現在再來看 所以她只有觀情 所以請注意保 但是她們一直到最後 都沒有涉及到任何非禮教的接觸 這個是一定要放在腦海裡面的 那麼第二個觀情的例子呢 就是小紅跟甲芸的也一樣是手帕 所以你們發現手帕是很好用的喔 對啊 因為手帕是古代女孩子男孩子 都是貼身要戴著的嘛 欸你們小學的時候上幼稚園 不是也都要帶手帕上學校對不對 好 那個是很重要的 必要的隨身一個小東西 那這個手帕是這樣子的喔 來 小紅跟甲芸之間的那一段情節 你們自己回去看好了 我們就不要詳細說了喔 老實說這對男女之間是不是都各有盤算 他們其實在情當中是有勢力的算計的 小紅為什麼 小紅掉的手帕當然不是故意的 但是呢 這個手帕被誰撿到 甲芸 甲芸當然知道這一定是某個女孩子掉的 因為大官裡面住的只有女孩子 所以呢 這個人也懷了鬼胎 也有了一些非分之想 後來呢 在姻緣際會之下 知道是小紅掉的 所以她是不是就心生一記啊 那麼就交給誰 某一個人又做了穿針影線的工作 那她是拿她自己的手帕 交給那個小丫頭說 哎呀 你就問問這個小紅姑娘 是不是她的呀 對不對 她其實是拿她自己的狸貓換太子 那結果呢 那個小丫頭叫什麼名字很重要喔 那個小丫頭的名字很重要喔 你們都沒有讀這麼細啊 好 不錯 有人知道 她是不是叫罪兒 請注意這個名字 我研究過 所以我知道 等一下告訴你們 總而言之這個罪兒呢 就把那個名義上是小紅 但實際上是甲芸的手帕 是不是拿回去去給小紅 結果小紅看了的反應是什麼 令人大吃一驚啊 你自己的手帕你認不出來嗎 當然認得出來啊 可是她竟然看到這個明明是甲芸的手帕 她說這果然是我的 你在哪裡撿的 這好奇怪喔 好 總而言之那罪兒就告訴她 哎呀 這是雲二爺 然後她還要跟你要一個 一個算是謝禮的意思喔 等等等等 類似這樣 你們自己回去把那個情節看得更仔細一點 好啦 結果呢 請注意 男女之間那麼交換信物 老實說這其實就是一個非禮教的行為 那麼這個非禮教的行為 男女各又懷著鬼胎 各有算計 小紅想要藉機攀上龍鳳 甲芸當然算不上龍鳳啦 可是好歹她是個良民 是甲家的一個龐系子孫 所以如果她能夠有這麼一個出路 也可以脫離丫頭的這種見極對不對 那甲芸呢也可能有些什麼各種考慮 所以老實說這對男女都不是那麼簡單 都是很精明很懂得算計的 那麼一組人物 那麼最好玩的是這個人叫罪兒 來 名義上 這個罪兒的名字是取義於什麼對象 罪子啊 是不是就是項鍊的那個罪子嘛 那我們很多丫頭是不是她的取名 都是跟首飾有關嘛 對不對 所以叫罪兒 然而請注意這個罪字事實上是雙關 不要忘記這個罪字單獨來看 大概是不是就有墮落的意思 果然我的理解沒有錯 我後來讀到支批 支批有一段話就是說 這個罪字呢具體忘了啦 反正就是說罪兒呢 這個人物呢他可以船艱 你看他乾脆就說他這是船艱的行為 那麼既能船艱就能夠偷盜 果然這個罪兒後來的另外一個重要事件 是什麼 他是不是偷了貧兒的下虛拙 然後後來東窗事發嘛 他就被撵出去 所以有沒有注意到這個小角色好有趣 他在小說當中主要兩件事情 是不是都是不正當的行為 都是非法的 備得的行為 一個呢是幫人家穿針引線 去促合不應該有的男女關係 另外呢乾脆自己去偷盜 所以這個罪字事實上是有道德墮落的意思 好 也正因為如此 我覺得《紅樓夢》裡面呢 很嘲諷式的真正模仿了 財子佳人當中穿針引線 有如 對不起 這個話很難聽了 有如銀媒的這個功能的 有發揮這種功能的紅娘這些人的角色 是誰 在《紅樓夢》裡面 唯一模仿這個紅娘這種銀媒角色的人物 有沒有注意到 不是秦文喔 我們剛剛看到秦文是非常清白的 他始終都完全不涉及到 貝德非禮教的那個概念 但是有這樣的行為 也有這樣的意圖的 是誰 是罪兒 有沒有注意到 罪兒其實反而是扮演了紅娘的角色 所以而名字給他叫做罪字 你不覺得作者的諷刺就在其中嗎 所以就此而言 我覺得《紅樓夢》他事實上是滿正統的 滿站在傳統的那一種儒家倫理價值觀裡面的 這跟我們一般以為他很有革命性 可能是不一樣的 好啦 但是但是話說回來 這一對男女在二十幾回 老實說實在是不怎麼讓人欣賞啦 尤其小紅是不是也是很精明 很勢力 很會算計 你們都知道嗎 他事實上最先想下手的人是誰 蛤 是寶玉啊 有沒有 指示呢 那段話實在太精彩了 我帶你們看一下 因為這個呢 可以來呼應這個小說中 想要傳達的一個所謂二元補秤的道理 那麼就是一開始出現小紅這個人物的時候 做了一個介紹在第二十四回385頁 來 最後一段我唸給你們聽 原來這小紅本姓林 小明洪玉 只因為玉字犯了林黛玉 寶玉 所以就把這個字給引起來 便就叫他小紅 那結果這個小紅年方十六歲 那就被剛好分到大官員的怡紅院裡面 好 請注意喔 倒數第三行 這紅玉雖是個不暗示的丫頭 卻因她原有三分容貌 心內著實妄想 痴心的向上攀高 美美的要在寶玉面前陷弄陷弄 只是寶玉身邊一干人 都是靈牙利爪的哪裡插得下去 所以有沒有發現原來寶玉身邊的那些人 包括襲人 社月 秦文 秋文這些人 是不是某個意義來講 奪佔了大丫頭的地位 他們都覺得寶玉是我們的禁聯 所以組成聯合陣線 有如銅牆鐵壁 所以外來的人想要打進這個核心圈子 是不是就被他們聯手排擠 所以你們注意一下 小紅在很多地方事實上是被 秦文 社月 秋文 閉痕 社月也包括在內 是被他們一直努力阻擋 不讓他們接近寶玉的 你們仔細把這段情節看過去 所以你們一直以為 秦文好像是一個孤立分子 被襲人黨給排擠 給陷害 這是一個完全錯誤的說法 他們事實上是同一政見 他們是姊妹濤 他們事實上是所謂的利益共同體 所以很多的證據 我們現在沒有辦法詳細一一舉例 但是請你們先在觀念上面 注意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才可以看到 請你們注意到當扇子事件 秦文疊折了扇子事件之後 寶玉不是氣的要把他趕走 是誰出面救了他 是襲人 是跪下來救他 你真的會跪下來去救你的敵人嗎 不會吧 覺得太好了趕快繼續演下去對不對 所以要注意 我們很多情節都在我們的成見之下 視而不見 還有在五六十回那邊 也有提到有一次 襲人跟秦文呢 他們要來找寶玉回去吃飯 請注意作者的描寫 他們是手牽著手 秦文跟襲人喔 他們到五六十回合是手牽著手 然後一起要叫那個寶玉回去吃飯 沒想到寶玉已經跟方官吃了嘛 結果兩個人就不是滋味嘛 就那秦文就開始說酸溜溜的話嘛 對不對 以後就叫方官伺候了 也不用我們了對不對 好 好林黛玉好 總而言之 所以啊 所以你真的不要誤會 姐妹之間伴嘴打架都是我有常有的事啦 在座同學們你們跟你們的兄弟姐妹 從沒吵鬥下的請舉手 有沒有 沒有嘛 除非你是一個獨生子或獨生女 但是你跟你的堂兄妹 堂兄弟 各種這一種不合的情況在所難免嘛 人跟人之間這本來就常有的事情 不能夠過分解讀 這提醒你們注意 好 所以這一段話呢 我希望你們注意這一件事情之外 請你們注意一下 所以洪玉為什麼 被叫做小洪或洪兒 原因是因為說他的玉是不是犯了避諱 對不對 可是這只是一個表面的理由 試想 洪玉夢的甲府中 還有誰丫鬟背的名字有玉的 可是就沒有這個問題 很奇怪 有玉串對不對 還有誰 主要是玉串嘛 還有什麼 因為你會發現奇怪 那為什麼玉串就不用去忌諱 所以啊 我覺得這邊所謂的避諱呢 他真正的理由是在於小洪這個人 太勢力太精明太世故 他不配擁有玉這個字 那你有沒有發現 洪玉夢中有玉的人 通常感覺上就是比較個人主義 比較精神取向 也比較不同流俗有沒有 包括誰 林黛玉是嗎 雖然個人主義不一定是值得讚美的 請注意 我們這裡都沒有涉及到價值判斷 只說他的特質 所以像林黛玉 賈寶玉 珍寶玉 還有呢 妙玉 還有 茗玉 茗玉是第40回 劉姥姥杜撰出來的一個 早死的美麗的姑娘有沒有 雪下抽彩火 她也叫茗玉 另外還有一個滿溫柔體貼 甚至呢 她在戲場上根本就是反串小蛋的人物 是不是講玉涵對不對 你看 還有有沒有發現 還有玉川嘛 玉川也是啊 玉川是不是也很有個性 她根本就一副不討好權貴的樣子 跟她的姐姐完全不一樣有沒有 她姐姐金川是不是就是跟賈寶玉 打情罵俏嘛 所以你就知道說 有玉這個名字的人通常就是比較是 我們說了剛剛比較精神性的 比較有個性的這一種 那洪玉當然不是嘛 所以他不應該有玉這個名號 所以我們用一個避諱 這樣一個很正統的理由 來把這個玉字引去 其實某個意義來講 就是他不配擁有玉這個字 好啦 所以這麼一來 你看嘛這個人跟賈云 賈云是不是也很會巴結賄賂對不對 所以贏得了在花園中管公的這個機會 所以很微妙啊 這兩個人的感情 似乎其實都充滿了勢力的算計 然而最有趣的是 來 我們請大家看一下螢幕 可是這兩個人好微妙 在前80回戲份很短 那形象也不是很正面 然而很微妙 我們作者事實上 給了他們這樣的一個篇幅 目的是為了在賈家被超沒之後 給他們很重要的任務 而且讓我們更了解人性的複雜 所以來 在24回那個賈云 那麼很這個意外的受到了 最金剛尼爾借錢給他的那一段有沒有 所謂的人情中有勢力 勢力中有人情 一個放高利貸的人 我們誤以為他們事前如命 沒想到他是不是一個義俠對不對 仗義助人 所以人間啊 人性啊 真的是很難用二分法單一去論斷 所以呢 24回的這一段 支批就有說啊 最金剛的這一回文字呢 就有了暗示 就是福雲歌會仗義探鞍 那也可以說是仗義探奸 那又說呢 此人後來在榮府勢敗之後 必有一番作為 那各位想想看一個家 大廈這個青島那麼一片瓦砺的狀況底下 而人性是不是都是 都是雪中送炭者少對不對 景上添花者多 這也不須感慨啦 因為每個人為了自保 我覺得不要過分去害人 那事實上呢 我們都了解就好 也不用太過感慨人性的炎良 然而你能夠雪中送炭 畢竟就是非常難能可貴對不對 就值得我們讚賞這種人品 你就知道說真的是非常的高貴 然而這個高貴的人竟然是之前 又勢力又會鑽營的賈雲來擔當 那麼賈雲事實上那時候呢 是娶了小紅 那這中間當然是更為曲折 究竟如何一個爺兒們 可以打破良見不婚的原則 還記得嗎 他竟然能夠娶小紅 這說實在喔 你在道理上 在賈家的這種 整個那個失敗過程中的各種複雜的關聯 老實說這是很難安排的 那我看到最好的安排是 華世版紅樓夢連續劇 你們去看那一段真的非常精彩 把小紅之所以能夠嫁給賈雲的理由 我覺得鋪陳的非常的合情合理 而且讓我們看到王熙鳳的 那種地位的那一種跟他處世的某些艱難 那這個非常有意思 你們可以自己去看 好 所以總而言之 當賈家失敗之後呢 賈雲跟小紅他們就是仗義探安 那你知道這就很難得囉 冒著風險 然後只不過是想要回報 那麼賈家主要是王熙鳳給過他們的恩惠 那這個就人生很難得了 點滴之恩然後莫齒不忘 然後能夠這個有機會就來圖報 這當然是一個非常難能可貴的一種人格高度 而這個人格高度竟然就出現在 我們覺得很勢力很精明 然後很會算計的人身上 有沒有發現啊 有沒有發現 曾世穎跟賈雲村所住的地方怎麼樣 要通過什麼街什麼巷才能進得去 勢力皆跟人情相有沒有 所以勢力跟人情本來就不是那個 可以用一眼那麼用一時 用一件事來論斷的 所以你們想想看 當劉姥姥當初受到王熙鳳的幫助的時候 王熙鳳可曾想過劉姥姥會給他回報 不會吧 我王熙鳳要你們回報對不對 但是人生很難講 終究最後在賈家一敗徒弟之後 那麼伸出援手仗義來助他們的人 一個就是劉姥姥 一個就是賈雲跟小紅這對夫妻 那還有一個是因為不小心 不曉得什麼緣故 未查而被撵的那個人 被賈寶玉撵掉的那個人 叫欠雪還記得嗎 十幾回有提到啊 未查撵欠雪嘛 那那個欠雪很早也沒出現過 就被撵走了 我們也不知道他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然而透過支批我們也知道 這個欠雪將來也是會在 賈家失敗之後呢 也是仗義而來相助的人 所以這太有趣了 欠雪也沒有俠願報復 沒有說你們當初為了一碗茶 然後把我撵走 可是還把賈府以前 對過他的恩惠放在心上 我覺得曹雨晴真的是感慨很深 真的看一個人 不要只看一件事 不要只看一時 那人性啊真的很複雜很優微 不是那麼簡單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呢 所以來請看這邊第20回呢 詩批又有一段話說 欠雪是到御神廟的時候 才會呈現他的證文 就他真正的故事 其實是要在後40回 當然這個已經稿件迷失不見了啦 那這個欠雪的故事 也在前面只有一句話帶到 所以呢 這次很令人惋惜 不過支批畢竟留下一些線索 讓我們看到原來人性 是這麼的耐人尋味 那所以呢 當賈家被操的時候 那麼男方要審問 女方也要這個另外監禁 那這個御神廟呢 應該大概就是那個監禁 這些人物的地方 那另外一個鞍也是那個 仗義探鞍 反正就是他們被監禁的所在 另外請你們再看一下 第26回 詩批又再度提到 御神廟的這一回啊 就是後面的那個故事 那麼有欠雪跟洪玉的 一大回的文字 可惜迷失無稿 所以他自己也很感慨 所以換句話說 不是曹雪芹死後 這個稿才不見了 可能呢 根本在流傳中就已經不見了 所以這是幾乎守的一段批語 總而言之 總而言之 還有啊 第27回當洪玉呢 表示願意跟從鳳姐 以學先眉高眼低 出入上下大小的事 也得見識見識這一段 詩批又提到了 他說這真的是洪玉的本心本意 那這個本心本意呢 他學到的東西 將來是會回饋給賈家 這個要到御神廟那一回呢 你才能夠看到 所以御神廟是不是出現三次了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 賈家失敗之後的一個關鍵地方 跟關鍵事件 而關鍵人物呢 就是賈雲跟小洪還有倩學 這一類當然還有劉姥姥 所以總而言之 各位你們看一下 所以27回的回末總評裡面 就提到說王熙鳳用小洪 你就知道說原來小洪在怡洪院 是一直被秦文等等人給埋沒了 對吧 剛剛不是說他們是不是 是組織成銅牆鐵壁 不准別人染指 因為寶玉是他們的禁聯 越靠近他是越有更多的 這個特權跟好處的 所以每個人都想要分一杯羹的話呢 那麼中間的既得利益者 當然就會排擠 所以秦文等是埋沒他的 你看到這裡是用秦文 不是用什麼習人涉月 不要搞錯 所以秦文跟他們是同一陣線 再來所以難怪啊小洪是很有才能的人 結果被人家這樣埋沒 當然心有不甘 所以無怪有私心私情 這個私心私情就是指誰 就是指跟賈雲的那一段啊 他又另謀出路嘛 喔所以呢 從知厭齋的角度來說 他覺得呢小洪被我們所鄙夷的 那一種非禮教不道德的行為 甚至太多盤算權謀的那個部分呢 他覺得還是情有可原 所以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地獄 對不對 回到他的地獄才知道他受到什麼煎熬 而他做的這些事情 或許也就不是那麼的罪大惡極 好啦 所以他說何況啊 洪玉呢日後有寶玉的大得利處 這就是千里之外的浮現 所以你看喔 將來他真的會仗義 探安探監 然後很可能在這中間 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真的是一片赤膽忠心 這個人真是難得 所以各位想想看 如果沒有支批留下這段話 我們大概對小洪的印象就非常的負面 所以真的要認識一個人很難 真的不要斷章取義 不要孤正隱義 所以呢有一段話你看 顯然這個支批不是只有一個人 所以呢 有一段話就提到說 支批就有一個評者他非常討厭小洪 就是按照我們一般讀者看到的 那麼就對他說這是奸邪碑 有沒有乾脆用奸邪 他說奸邪碑豈是怡紅應答者 就是說這個人不配在怡紅院當差 不配呢做這個寶玉的首相 所以要把他逐出去 他說之前有良兒後來有罪兒 這都是明證 表示這些人都不配待在這裡 但是呢接著的那個積護手就反駁了 他說啊 你這個支批在會這樣的評論 是因為你沒有看到後面有超莫的事情 有玉神廟的事情 所以你對小洪才會留下這樣的一個意象 那其實如果看完整 也許我們對小洪呢 就有更別開生命一個全新的認識 所以你看這個批語非常有趣 評者之間還在互相反駁 互相對話 但是呢我的意思就是真的告訴各位說 原來世事難料 那麼人性可能也很優違到 我們很難用三言兩語來斷定 所以對一個人你不是很了解 你也沒有下功夫去認識他的話 就不要妄下斷言 尤其不要隨便批評 那批評人家只是在洩漏自己的無知 跟自以為是 那這個是小洪的一個例證 所以呢我想要跟你們提醒 這個是其他的我們就不講了啦 好 總而言之那是跟後面的敘述有關的 我們以後再說 好 那這個是那個賈雲跟小洪之間的故事 那我常常覺得因此真的 多給人家餘地是對的 因為這倒也不是說我們給人家餘地 人家將來就有機會回報 我們倒也不是這一個 而是說原來人真的都有他的地獄 那他在這個地獄當中可能過分奮積 或可能做出一些也許不是那麼公道 那麼樣好的一個表現 但是真的有的時候可恨之人怎麼樣 是有其可憐之處 所以我們給人家餘地 然後多寬容人家事實上是好的方向 當然這不是要我們做相悅 而只不過是說因為我們了解的太少 那所以我們就謙虛地知道 我們真的知道的不夠多 所以不要妄下斷言 好 然後我們現在來看第三組 觀情類好不好 那這些都很重要 所以我們還是請各位看一下 我把那個回數寫在這裡 你們自己補充到講義裡面 到時候要一起整理 那麼第三類這當然是各位很熟悉的啦 就是妙玉跟這個寶玉之間 這個在第41回 來 很重要啊 請你們看一下 不行 不然你們看下面 你們都不專心看好 文本 來 請各位看這個41回好不好 來 在那個第636頁好 636頁 那總之我們的妙玉是不是拿出 他所擁有的故宮博物典藏集的那些茶杯 給黛玉跟寶釵來用 對不對 請看636頁啊 有啊 你看第4行下面 他的那個茶杯寫的是 晉朝的王楷真萬 對不對 王楷不是跟十從在鬥富的嗎 那你不覺得天啊 這個傳道的清代價值連城啊 廟宇家就有 然後又有宋元鋒五年四月 眉山蘇氏漸於密府 天啊 這絕對可以呢 進入到故宮博物典藏的 這種的價值連城的東西 那廟宇就有 然後呢 這個是給了寶釵 那也給了另外一個是給黛玉 請注意 這個是在第6行 仍將前番自己長日吃茶的 那一支綠玉斗來增於寶玉 那這個呢 請各位注意了 女孩子的心態 女孩子比較容易了解 男生比較大而化之 我們不要問你們 那女同學你們回答我 假如你們班舉行班劇 全班的同學都到你家來玩 然後你會拿你日常使用的茶杯 給其中一個男同學用嗎 當然不會開玩笑 對不對 那會的話呢 一定有一個必要的前提 會的話呢 就是那個杯子你不要了是不是 有道理有道理 但是如果那個杯子你還要繼續用呢 那你還會給某一個男同學用 而你不會介意 通常就是你還滿喜歡那個男孩子的 對不對 好 這個我想這是我們很可以體會的心態 否則的話呢 就是你不想用了就跟廟宇一樣 既然留姥姥喝過 寧可把他砸碎了 對不對 好 那這種都是很有潔癖的人 不要忘記廟宇是潔癖的極端道 根本是林大玉更極端版的一個表現 他竟然願意給寶玉 就寶玉這個不適項的他竟然說 他說常言道是法平等 你是個出家人 應該是法平等 他兩個就用那樣的古萬奇珍 我就是個俗氣了 真笨啦 他不知道廟宇是不能這樣刺激的 果然廟宇就講了很辛辣的 這個尖銳的話囉 這是俗氣 不是我說狂話 只怕你們家裡還未必找得出 這麼一個俗氣來呢 假家都未必能夠望其向背喔 你就知道廟宇是不是也是 所謂公侯富貴之家的出身 好 這個毫無疑問 好 那寶玉這個人果然靈力乖絕 立刻知道要見風轉舵 對吧 真的他是很靈活的 很懂得怎麼樣投女孩子之所好啊 好 所以他立刻就是說 哎呀 俗話說隨鄉入鄉嘛 那到了你這裡自然就把那個金玉珠寶都貶為俗氣啦 你看廟宇如此說十分歡喜 好 我們寶玉很會討女孩子喜歡的啦 這個是要有非凡的才能 好 總而言之 所以下面呢 就不管啦 我們請各位來看下面 好 下面就不用看了啦 好 我們就直接就可以定案了 所以顯然 好 我們廟宇是不是喜歡寶玉的 那麼結果呢 請你們參照第六十 一時忘了喔 第六十幾回寶玉 第六十三 寶玉生日的時候大家呢 又玩耍 又喝酒 然後呢 結果大家都醉倒了 一覺黑田不知所知 等到醒來的時候發現 一桌案上面壓著一張粉色的籤子 那一看原來是誰送來的生日賀卡 是廟宇 那 注意喔 是粉色的喔 好 所以廟宇竟然記得寶玉的生日 而且不忘記呢 給他一個祝賀 也就可想而知 廟宇不把人放在心眼當中的 根本呢 對所有的人都不假辭色 他是瞧不起所有的人的人 結果對寶玉另眼相看 那當然嘛 女兒家的心性就可想而知 非常微妙的情意就洩漏出來 好 那這個不用多說 不過我很想要跟你們談一個問題 來 那我們廟宇的下場是什麼 藉這個機會插播一下 插播一下 那麼在那個《紅樓夢》的手抄本裡面呢 有一個版本叫進場本 那他在這一回 就在這一回 你看他用的都是古萬奇珍 這樣的一個高檔的用品 那麼支批留了一段很錯亂的批語 老實說根本看不懂 甚至有空缺 那周汝昌先生呢 他就把他重新做了一個教讀 從此之後呢 大概可以理解了 請你們注意一下 那段話的意思應該是 他日刮舟渡口 各事勸程 紅顏故不能不屈從枯骨 岂不哀哉 所以這段話到底什麼意思呢 大約就是將來賈家不就是被抄家了嗎 那大家就要留散啦 這裡真的是所謂的樹倒無孫散啦 所以襲人也只好被拍賣 然後這些記住在賈家避疫下的人 也失去了庇護 然後你才知道賈家給你的是多麼大的一個 風雨不動安如山的一個保障 結果失去了這棵大樹之後呢 連廟玉不要忘記喔 他的財產是不是足以讓他應該自我安頓的嘛 對不對 但是那一種天風地夜的局面 你的財產到底能不能被你這樣帶著走 都很難說的 幾個強盜來是不是可以把你洗劫一空啊 所以呢廟玉他不知道 在賈府真的是給了他 讓他去發展他那一種 極端化的個人主義的一個溫床 你知道嗎 所以廟玉的個人主義不用自以為是 不要覺得自己高傲到 把世人都貶低 事實上你能夠這樣的高傲 是你的環境幫助你的 好 我覺得這一點很有趣 《紅樓夢》中很多地方都在表示這個意思 那於是呢 當失去了賈家的庇護之後 他就流落了 流落到哪裡 一個渡口 渡口是不是就人來人往 對不對 前途茫茫 然後騎入不知所知的一個地方 然後呢 詩批說在這裡 老天爺就要來給你一個公道 要給你勸 要給你逞 你該懲罰的就懲罰 該給你補償的就給你補償 所以劉姥姥得到了補償 喬姊兒得到了救贖 可是廟玉你這麼的個人主義 你這麼極端的自我 可是你就要去品嘗一下 沒有自我是什麼滋味 天底下不是為了你一個人而打造的啦 所以人有點節制 有一點平衡是對的 謙遜一點 收斂一點 那麼束縛自我一點是好的事情 所以你看各式勸承很明顯是承 是對你這個人的一個懲罰 所以紅顏必須要屈從枯骨 那紅顏屈從枯骨是什麼意思呢 枯骨只能這樣解釋啦 我用我們大一學到在社團裡面學到的 我們當大一當進去是 叫做是Freshman嘛 那社團用語就是我們叫做小骨頭 你們現在是這樣嗎 還是嘛 有的還是叫小骨頭 那二年級以上的還有學級的 還在學校的是不是就叫老骨頭 對吧 然後我們就在開玩笑 因為有的時候 過去的學長雖然已經畢業了 可是對這個社團很有感情 所以還滿願意回來 或者上課或者是怎麼樣 那那些人我們就戲稱為骨灰 好 因為老骨頭再下去就畫灰嘛 那種叫骨灰級的人物 那你們就可想而知 骨這種東西呢 尤其在六朝以後啊 六朝之前也有六朝以後之後 他們的那個對於人體的概念 包括中醫等等 他們認為骨的那 其實漢代已經有了啦 就是骨骼中的這個經驗 會跟著你的年齡 你的身體的健康狀況 你的這個狀 狀年跟衰年 會有不同的差異 那人際越老 你骨骼中的經驗就會越枯竭 所以他們是用這個東西 來判斷你身體的這個健壯與否 跟你的年齡層 好啦 所以你看這裡用所謂的枯骨 就表示說他骨中的經驗已經乾枯 那這就是老人的意思 好嗎 所以你看啊 廟宇是那麼的潔癖到 簡直是匪夷所思的地步 但是當一個人流落到 沒有辦法生存的時候怎麼樣 怎麼樣 是不是你以前最厭惡的骯髒 你都覺得是一種依靠了對不對 好 所以劉姥姥喝過的茶杯 他都閒髒要把他砸碎 那你尾聲給一個老人做妾 這大概只能做妾啦 因為老人嘛 這大概是還是有一點點官 有一點官職 或者是有一點身分地位的人 那年齡到這種程度 你還能夠要屈從枯骨 那大概只能做妾這一種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 我覺得《紅樓夢》我越讀越研究越發現 他事實上絕對不是在表彰個人主義 表彰個性 覺得呢 個人就是最重要的東西 我覺得不是 至少妙玉這個例子還不只妙玉這個例子 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個人永遠是必須在群體當中 才能夠成就 你能夠得到自由 是因為你在跟人跟人的關係裡面呢 你得到一種權利義務的平衡 你才是真正的自由 自由絕對不是完全沒有束縛 完全不理會這個世界 這個絕對不是真正的個性 也不是真正的自由 那這個論證起來說來話長 我想我們就不多說了 所以妙玉也沒有因為必須要屈身 於一個老人就去自殺吧 對不對 所以千萬不要用襲人在駕 來苛責襲人 事實上這是一個沒有人 很少有人可以做到的事情 為什麼要人家以死來敏捷呢 這是一個法西斯的思想 不能夠用死來判作為判斷 因為這是連你這一個人都 你認為幾乎很少人能做得到的一個標準 用這種推論的方式 事實上是顯示出我們內心當中的 某一種非常殘酷的霸權心態 所以妙玉也沒有以死明智啊 他也沒有以死來保障自己的 所謂的清潔啊 那我們不應該用一種極端的標準 來作為判斷一個人的性格的原理 這個是我非常希望大家一定要調整的心態 好 那第四個呢 我們請各位注意一下 第四組跟感情有關的 那當然是秦文跟寶玉 這個是在第77回 我想這裡面有很多話可以講 我們的時間未必足夠 不過我想我們來試試看 就是在第1、2、1、9頁開始 就是秦文被撵出去了對不對 然後寶玉去看他 說實在的這真的是人生死前唯有別 而這個別呢不只是生離 決定了也必須是死別 所以根本就是臨終前最後的一次見面 所以秦文幾乎是沒有顧忌 不要忘記我們諺語說 人之將死 其言也善啊 不只 其言也善 但不只 其言也真 因為沒什麼好隱藏的了 反正就已經死了 死了一切都沒有了 所以沒有什麼好再忌諱的 所以他下面所說的話 都是他的真心話 而這些真心話 我們有沒有好好去讀呢 每一個字每一個句好好去了解 秦文在死前毫無顧忌的情況底下 他是怎麼看待他跟寶玉的關係的 那我覺得這段話非常的重要 因為時間也不夠了 這說來話長大概要十分鐘 我們就只好下一次再繼續 可是我希望你們一直到1220頁 到他整個的那個對話結束 我希望你們仔細推敲每一句話 每一個他們心念的轉折 那他們到底在想什麼 為什麼是在這樣子的片刻中做這個想法 這個都很有意義 那這個我希望你們回去仔細讀一下 然後我們下次要講很快 有人在偷笑 偷笑的人要當調 好